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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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他的心智 能将金风断体术练到这般程度 可惜 总然天赋异禀 也与皇位无缘 人欲辽阔 更有浩瀚神域值的探索 区区皇位算什么 莽夫 莽夫 一起上 光续明天 走 别打我 别打我 别打我啊 别打我啊 师尊 这个家伙不好对付啊 相信封城吧 第一个出战 不是最强 也该有特别之处 一人 …… …… 由头粉面 一看就不是好人 善恶难辨 而且它太神秘 确实要保持距离 对了 怎么带别人进来 你想带那两个相好来越灵台 共同进步 何乐不为 一点都不乐 方法简单 但以你目前的修为 很难做到 怎么说 待突破地径 应该就能带一两个人进来 地径 要是鞋脉 可以修习增强神魂之力的功法 你肯教 乖乖收集神令 不自然肯 他们不行 你可以试试小菜蛇 你倒是提醒我吧 雪儿算扮上寿 雪儿算扮上寿 肚直修 也罢 为了让你关心修炼 我交病事 嘴硬心软 这么久没消息 我还以为 抱歉 让你担心 是罪 若兵没少念叨你 今日一届果然不凡 谢前辈照料之恩 他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你也是 有没有兴趣 做我的济民弟子 聂锋拜见世尊 好 从今日起 你便是为师的六弟子 恭喜啊小师弟 在这儿等我来 我城主头衔当真方便 总能让人白跑一趟 随他去吧 这下都报应了 是啊 明明才六重 将一剑废了寇原 现在下场 我便是第三名 我等你 一年未见 你不好奇我怎么连破五境 我想起来了 他是去年低阶五胜绝道的魁手 短短一年 从一重变成了六重 聂锋 聂锋 难道是他 赢了我 机缘归你 反之 永世不得再入修罗城 这般机舞 无非想替那些人出口气 你输了 必须自费五脉 好 三招定胜负 愚蠢 你的脑痒痒吗 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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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醉 看着就可行 无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们翻不起狼 在下拭目以待 本胜处行 乃城主府精英弟子 负责主持决斗大赛 本次参赛者 共计二十八名 首轮两两对战 胜者晋级 第二轮 十四进期后 再次抽签 七号轮空 剩余六人 一对一角逐 最后一场 四人混战 出擂台者极为出局 还明前三的局 皆有机会 成为武帝新船 有这点好事啊 早知道咱们也报名了 比试开始 一号吴刚 对战二号铁青河 三号 四号上台 四城武圣来语焉 赐教 若兵也是四城前 对 至于公姑娘 听说被天道棍高人 视为弟子 离开了 灵觉呢 她外出数远 目前不在城内 要不 咱们直接去城主府 请见若兵 除复健心外 城主其他弟子都在闭关 不见外人 我俩是夫妻 怎么是外人了 那个傅剑心 对颜姑娘有益 依次 我偶然得知你的消息 去给颜姑娘报信 谁是被那家伙给赶了出来 城主不管吗 哦 若兵不会李慈登小人 定能护好自己 嗯 我自然信他 但是 如果那次当真卑劣 必须好好教训 以我们的境界 怎样才能加入修罗城 哦 你们来得想 二十天后 正好有一场中阶五胜决斗 获得前三即可 在这之前 先拿庞前被送的云铁 半件钥匙 五特 还得知 三avi 收听 三 五特 九 五特 五特